你好,我是三级课程二期学员兼志愿者Alice 然后我想来分享一下我今天的一个超能力显化的一个突破 今天大课里面超能力显化做的是 你就是可以找一个搭档 你就是扫描对方的身体 看对方有什么样的健康的问题 以及你给他疗愈 并且你给他一个治疗方案 这个听起来跟二级课程有点一样 但是我做起来的感受就是完全不一样 就是我首先我是找了一个姐姐跟我搭档 然后我当时我就是开始开始做唱能力显化了嘛 然后我就放开思绪 然后我就去练接师傅在那里唱马哈瓦奇亚 然后结果突然就是 其实刚开始唱了两句马哈瓦奇亚 就突然冒出来一个圣 然后我就在想啊这个姐姐是圣不好吗 然后过了一会儿 然后后来又冒出来个肝 我说嗯它肝也不太好吗 我就说好 然后我就继续继续去 就是当我当我看到肾和肝的时候 然后我就是自然而然就跳出来了一个解决方案 而且这个解决方案是正好前一天晚上 就是昨天晚上 我正好刷到一个冥想的一个方法 然后这个方法是 嗯有点像是 嗯就是一个观想法 然后它叫它是可以补肾气的 补精气的 然后然后我就说啊天哪真的吗 好像这个补肾气的方法 可以用吗 然后我又不知道 但是突然就是直接这个画面 就先是肾然后再是肝再是这个方法 治疗方法就直接跳出来了 我说天哪 这不会是我的头脑吧 但是我也没有多想 我就放开了 这些想法都放开了 我就继续在那里 放开思绪的在那里唱 然后后来 后来快结束的时候 就又冒出来 我就看到了脚 就是我在想说 嗯这个姐姐的脚也不太好吗 我就说好吧 那就这样子吧 然后后来就结束了嘛 结束了之后 我就去跟这个姐姐去确认了一下 结果我说姐姐你的肾怎么样 然后她说它有肾结石 然后我说那你的肝怎么样 她说它有肝结石 我说天哪怎么回事 然后后来我就说 我就说我有看到给你的治疗方法 然后我就把那篇文章 那个观想法 那个叫做双鱼观想法 就是观想鱼在你的双肾观鱼法 对双肾观鱼法 就是观想你的肾 就是有鱼在那里游动 然后我就在想说 这个补肾气的方法真的可以吗 我就又仔细的去看了一下那篇文章 就发现里面有一个类似于一个学员 好像还是一个一个性众 还是什么之类的提问吧 然后那个人就跟他回答说 嗯就是你观想这个的时候 顺便观想龙 好像你的肾结石就可以 就是可以得到疗愈 就是什么泥沙俱下 他用了一个比较 比较道教的一点的说法吧 或者说中医一点的说法 但是我发现他这里写了 可以是治疗肾结石的 而且他里面也讲了 怎么去治疗肝脏 就是也是在这个观想的过程中的一些补充 我就发现天哪 真的就是超年历显化了 然后后来不是还有脚的问题吗 我就问了姐姐 我说我还看到你的脚 你的脚怎么样啊 然后他说他有脚 他说他有脚气 我就一听我就说 啊那你可以用克制粉洗脚 然后就是克制粉洗脚特别好 治疗脚气 这个也是我之前另外一个师姐 他自己让他爸爸亲身实践的 然后所以我才知道的 然后就发现 嗯对这就是我这一次的超能力显化的 全部过程吧 就是显化的我觉得还 远远超出了我的我的想象吧 就是给到我极大极大的极大的资讯 就非常棒 就是我觉得三级课程的这个能量厂 给我的超能力带来了一个大的突破 特别好 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来参加 现在也没有多少天 可能就剩下最后两天 所以如果说大家能够及时看到这个视频的话 请大家一定一定要来感受一次 至少要来感受一天 嗯好的 谢谢大家 你先能登